過年,炆海參是熱滿菜 但在家製作,不是製作好腥 就是肉質不夠爽滑 關西海參是爽中大滑 通常是軟條 挑選的時候,要看它是否夠肥胖 如果是很長、很瘦的 那些就盡量不要買 因為炆出來就馬上 肉質都不漂亮 拿起手問一下海水味重不重 如果是重海水味,即是說海參很漂亮 還有,可以看看海參表面 有沒有蟲鑄過的孔 蟲鑄過,蟲鑄出來的海參 會影響賣相和質感比較差 這個關西參是很簡單的 首先,浸一晚冷水 第二,就是一大鍋的滾水 將海參放進去,熄火焗它一晚 第三天,倒了鍋水 再做同樣的程序 一般來說,六個月都可以 去到舊身的時候 我們就將它的肚子切開 將裡面的沙腸刮出來 準備一大鍋的清水 將海參放進去 風埔才放在雪櫃,浸它一晚 蝦子有少許腥味 和蒜片一起在白鑊炒 紋火或細火,慢慢炒 炒到蒜片乾或脆 就可以了 將蝦子的腥味披走 從而將蝦子的味道提升 將它飛水 飛水的作用就是將剩餘的腥味 撒除它 起鍋,爆香薑、蔥 爆香之後,就即時灑一些紹興酒 再加雞湯,再加冰糖和蠔油 蠔油的好處是令它提鮮 冰糖會令海參更快的軟 再加上冰糖是比較清甜的 然後將海參放進去 以慢火,大約燜十至十分鐘 即是薑、蔥 夾出來,就收汁 收汁後,輕易買榴梨 可以上碟 蝦子撒在海參面 可以令海參的鮮味提升 中國人過新年講義頭 在家裏做節,喜歡做黃金蝦 但要做到蝦肉充滿鹹蛋香味 不容易 做黃金蝦用中蝦比較好 因為它是硬殼蝦 肉質會鮮甜一點 海水味比較重 再加上肉質的口感是彈牙很多 買回來的蝦不吃 就用淡鹽水浸在雪櫃 蝦頭是沒有那麼容易黑的 用清水會浸走海水味 因為清水中有鹿氣 會影響蝦質的鮮甜度 剪掉蝦槍、蝦鬚 和蝦腿、蝦腳 輕輕剪掉蝦殼 在背上輕輕切一點 炸的時候,它會彈起來 外形會更漂亮 鹹蛋滲透力會更強 開完蝦背後 蝦腸一定要挑出來 如果不挑出來 吃起來會有沙的感覺 我們買鹹蛋 一定要買完一隻 有灰包著的鹹蛋 千萬不要買那些 已經取出蛋黃 真空了一坨的 那些有防腐劑之餘 鹹蛋裡面的油份 是被壓出來的 煮的菜式不太香 而且有機會會臭 鹹蛋裡面 買回來的時候 打出來的蛋白不要 只用蛋黃去蒸熟 蒸完出來 在碗或砧板上 用刀背或叉去壓爛它 壓完出來 我們稍為用刀雜背記下 就完全碎了 我們要用猛油 大約180度至190度的油溫 把蝦迅速炸熟 因為如果油溫不熱 蝦做出來的質感會很霉 我們加少許牛油 把蒜蓉爆香 用牛肌肉的好處是 它會比較香 加上它會更容易起泡 大量的泡沫 它容易來包著蝦 整隻蝦的任何部位 都有鹹蛋味 加水鹹蛋黃 放在鍋裡 以慢火 慢慢推慢慢剷它 推到它去起泡的時候 我們加少許魚露 因為魚露是鹹中帶鮮 魚露鹽只有鹹字 炸了蝦 回鍋一盒 一盒就可以上碟了 過年不少人都會在家製作南乳齋 究竟怎樣才製作得好吃 南乳齋煲主要材料有紹菜和麵筋 其他材料有金針雲耳 銀痕 還有枝竹 紅棗 這些是後期的配料是隨心所用的 如果我們煮齋煲 紹菜的話 用中間的狂的位置會比較好 想用爽口清甜的口感 買南乳在街市裡 我們要選擇有南乳水 這些鹽水我們可以煮的時候 用來代替鹽 南乳水會鮮甜很多 南乳的色澤是用紅菊米做出來的 令它的顏色更漂亮 紅一點 煮齋煲出來 加南乳水 色香味會更好 先把乾貨浸軟的水 例如冬菇、金針 然後按材料的質地 分鮮後次序出水 先放入硬身的紹菜和金針 軟身的最後先下 例如荷蘭豆 南乳用叉 或者用兩隻筷子 壓碎它 千萬不要把南乳整塊 放在鍋裡 很難煮得很均勻 將南乳 用花生油在鍋裡 先爆香 全部材料都是以素為主 即是我們稱為瘦物 放花生油 它會令到本身的味道 會提升香味 如果真的沒有花生油 逼著加菜油 在最後上鍋 起鍋前 拉少許一茶匙的麻油 在鍋邊裡 令到香味會更加突出 賺少許小酒在鍋邊裡 令到南乳的香味 再加上鍋氣味 可以釋放出來 接著放入材料和湯 加少許糖 如果有剩的南乳的水 就可以倒進去 但是荷蘭豆和粉絲 是最後才放 因為這兩樣東西 受火的時間比較短 然後輕輕麻薄的榴梨圈 夏天到 簡單又容易做個冰鎮湖麻茄 就最清爽不過 這個釘這個位置 就切十字刀 對 另外在鍋也切十字刀 目的是令到燒溫時 讓它更容易裂開 先印乾水 用手一揉它 基本上都會脫掉 冰鎮完 先切十字刀 再切成米 切出來一開八 吃的時候就剛剛好 除了做涼拌 師傅還教我們日常應該怎樣切蕃茄 做咖喱或者做汁醬的蕃茄 怎樣切呢 我們需要切粒 切粒 切粒 切蕃茄 我們盡量用刀尖 一程四十五度的角度 拉它 切到片 切到片 之後我們就切粒 滾湯的蕃茄 或者炖的蕃茄 我們把它切割 一開八 現在要教大家切條 通常我們切條 就是用來炒 譬如炒肉絲 炒牛柳絲 中間蕃茄的芯 因為芯的水分太多 炒出來的蕃茄 就不會太漂亮了 對 我們飛頭飛尾 接著我們用片刀法 就是片的皮 出來 番茄皮 好了 我們圈完出來之後 接著就很整齊地 將它一條條切出來 我們可以切粗條 千萬不要太油 太油炒 它很快會受火 變了就不得爽口 然後炒這個番茄條 我們不要太早落 去到最後才放進去 炒的時候 最好搭一點番茄醬 令到味道和顏色更加突出